早上好啊朋友们,我来买菜喽 阿姨自己家种的土瓶种胡萝卜 前面一堆好的五块一斤 后面外瓜裂枣的三块五 挑了两个好的,花了三块钱 再选一根窝笋 也是阿姨自己家种的 搭配着这个胡萝卜一起烧 这根窝笋两块钱 很久没有吃鸭肉了 这个鸭是水鸭 不像翻鸭那样肉比较厚 这个水鸭就是骨头比较多 我就喜欢啃骨头 阿姨很客气,非要把这个鸭子送给我吃 因为我之前给他介绍了一些客户 被我拒绝了 最后阿姨收了五十块钱 接娃去了 今天最后一天明天就放假了 我终于可以睡懒觉了 到家了,儿子说饿了 先给他烘一个梅干菜饼 安抚安抚他 这梅干菜饼它有两个口味的 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里面一盒是五个装的 吃的时候很简单 因为它本身就是熟的 放在平底锅里面 中火去加热 加热个两三分钟就好了 勤翻面哦 不要给它烤太焦 这个是辣的 我给自己烤个辣的吃一下 滋滋冒油 看起来好诱人 口水都流出来了 这梅干菜饼中间就是梅干菜 然后还有肥肉 但是它这个肥肉是入口即化的那种 就跟酥饼里面是一样的那种 梅干菜饼 很好吃 平底锅烘出来的这种 就是外面酥酥的 很香 吃饱了吃饱了 开始烧饭了 这个手套它不是一次性的啊 只要没破 你就一直可以重复用 一般的话 一双手套我会用个三四天吧 真的有用的 我这手真的是比前段时间好看很多了 因为我很喜欢戴戒指 有些时候就 手很老或者是很粗糙的话 戴起来就不好看 开始做饭 先把这个鸭子给它清洗一下 鸭头里面血水极其干净 鸭头上好多毛哦 拔不干净 直接把这个皮给剪了 鸭肉我建议还是切的小块一点 这样烧出来就会很入味 切完以后就放锅里面 加冷水姜片和黄酒 给它焯个水 煮出血沫了以后 捞出来 再给它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就可以了 今天这只鸭还挺轻瘦的 它油不是很多 我放了菜籽油炒 热锅热油 把鸭肉放进去加姜片 大火翻炒个三到五分钟 炒干鸭肉的水汽 来点花椒 来一个八角 一点点桂皮 再来点干辣椒 放进去一起炒 炒出这个香料的味道 很久没有烧菜 放皮线豆瓣酱了 今天放了一点点 给它上个色 加两三圈的黄酒 如果有啤酒的话 可以放啤酒 生抽酱油放个两三勺 再放一点盐和糖 放一点点老抽 炒匀了以后加开水 今天用中火去炖它 所以水加的会比较多一点 胡萝卜去皮 萝卜也去皮 上次冰箱里面还剩下几个马蹄 也给它挖出来了 然后早上的时候泡了点木耳 好像过年的时候 我妈烧这种素菜 就喜欢好几种搭配着一起炒 鸭肉已经用中火炖了30分钟了 再用大火去收汁 这个辣度刚刚好 给我儿子先盛点出来 再放点辣椒进去 鸭肉的话 是不需要煮得太烂的 就是有那种啃鸭脖的那种感觉 啃骨头的感觉才最好吃 越啃越鲜又停不下来的那种 孩子爸说每天在公司里面吃外卖要吃兔了 明天给他打包点鸭肉吧 再把另外一个混搭食酥炒一下 今天没有买肉 放点猪油来炒 先把这个胡萝卜炒到断生 炒个一两分钟再加入别的食材进去一起炒 炒这道菜建议加点清水 这样它不会炒出来干巴巴的 这种菜要的是清爽的感觉 所以就放一盐调味就好了 出锅前放一点水淀粉勾个芡 再放一点松心鲜提鲜 勾芡过以后 这个菜品出锅的时候 看起来会更加的鲜亮 而且汤汁也更容易裹在 这些蔬菜的表面 会更加好吃 吃饭了宝贝 今天就烧两个菜啊 那碗是不辣的 给你准备的啊 不是很辣的 一点点微辣 妈妈这个是窝笋吗 窝笋胡萝卜里面都是你爱吃的木耳啊什么的 嗯 这个 这是木耳 这要吃木耳 我也来一个鸭脖 来一块鸭干 妈 嗯 我要吃那片薄辣的鸭脖 那薄辣鸭脖 好 。 是冬饰的鸭鸭 是冬饰的甜鸭 是冬饰的淀鸭 是冬饰的青春 是冬饰的健四 谢谢观看